从方氏玉开始就很喜欢你 然后这一次在里面 又演爸爸又演儿子 为什么会想这样做呢 这个不是我想的 是一来剧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 长城公司的导演 王向伟王导演呢 然后还有就是赵宗他们呢 就说愿不愿意 演两个角色 然后我说那么 片酬方面 他说一分一分 然后他说很好啊 你看完剧本再说吧 然后我看完剧本之后 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玩的 不过我就后来我就想 就是因为两个都是照一间 而且是不是说一场戏两场戏而已 是有很多场戏 两父子要同场的 那么我就想区分这两个人呢 所以我就把 就让这个陈晓晶 就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陈晓晶 然后在外形下呢 给了他一撇 有点性感的小胡子 然后呢这个儿子呢 大耳瘤呢就给了他一双 会放电的耳朵 对对对 太会放电了 所以就就你看到一个是 这个是成田流了 有一双大耳端 然后那个是八把 这样子 然后听说就一开场 就是你们就有一个自己跟自己吵架 那场戏会不会很难 其实不停都有自己跟自己吵架的戏 很多 不少了 然后因为 这样子区分啊 我很笼统的说 陈晓晶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一个男人 然后大耳瘤他的儿子 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一个男人 那可是两父子呢 都有一个公通点 就是他们口才都相当好 然后他们的嘴呢 都相当臭 讲话呢都相当贱 然后呢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就就有其夫 别有其子啊 就没老爸讲话 他的语言呢 更加尖酸刻薄 那偏偏两父子又是不合的 那所以常常就会一碰面就吵架 一碰面就吵架 那当一拍到这些吵架的戏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 要生要死的那种吵架 我必须得在吵架当中带出喜感 在喜感当中带出父子情 在父子情当中带出仇恨来 天哪 天哪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来此处有点掌声 太不容易了 真的 谢谢 这得多分裂 每天 每天我问一下魏健哥 你回到了酒店 看着镜中的自己 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 其实呢 确实需要练习的 就是在表演之前 因为跟普通演戏不一样啊 普通演戏有个对手在旁边 对手什么节奏 什么什么语调 我就顺着节奏走就好了 大家互相的有一个交流 可是当两边都是我自己的时候呢 那么就而且很多场这样子的戏的时候呢 我觉得好好的分也开 好好的设计好 当儿子是柔的时候 老爸是否让他胸 当老爸是快的时候 那儿子我让他跟着快 好看呢 还是老爸快 儿子就慢 还是先快后慢 还是先慢后快 所以这一切一切都需要先 敬请 多谢继续